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一段時間大家關注的焦點都在美國大選這件事情上面 這個大選引起了很多過去的朋友之間相互論戰 甚至反目成仇的都有 還有很多朋友對這次大選的結果是非常非常的不滿 所以心情沉重 那今天我就想給大家講一點比較輕鬆愉快的事情 前一段時間有一個中國著名的貪官賴小民 不是因為貪污受賄還有重婚罪被判處死刑了嗎? 他後來就上訴了,上訴之後二審結果昨天出來了 還是維持原判,那本來賴小民他是有立功的情節 據說是檢舉了好多個其他的這些犯罪分子 那麼後來也是查證屬實了,那些人也是被抓起來了 按說按照中國的這個刑法,你有立功的情節 那就應當減刑,從死刑減一級就是死緩或者是無期 但是現在我估計是上風有令,賴小民這個人必須得死 所以說還是二審下來了,還是維持原判,法外從嚴 所以賴小民這麼一代傳奇人物 貪官中的傳奇人物就這麼要謝幕了 再過幾天恐怕就要挨子彈了或者是被毒針注射了 那麼賴小民他怎麼能夠從這麼多的熟知不盡的貪官當中 能夠脫穎而出讓所有的人都知道 讓全世界的華人都知道有這麼一個貪官呢? 主要的原因是在大概一兩年之前 財新網中國的一個著名的網站寫了一篇文章 剛剛報導他的文章說是他有三個一百,他有一百套房產 然後有一百個關係人,還有一百個情婦 那這個三個一百出來了 尤其是這個一百個情婦這個消息出來以後很快 那就傳遍大江南北五湖四海 因為大家都對這一類的八卦的信息比較感興趣 財新網當時的這個報導上面也是會聲會色 說他這一百個情婦,他是把他們全部都安排在同一個小區裡面 統一管理那個小區是賴小民 應當是由他掌控的,由他控制的這麼一個小區 那一百個情婦安排在同一個小區裡面 那就等於是過去的皇帝的三公六院了 那就是他的後宮了,而且還說 所有的那個小區的小孩見到賴小民都叫爸爸 一下子他就成為了一個傳奇性的人物了 很多人是為他感到非常的惋惜的 倒不是說他們很喜歡他 主要是覺得賴小民這個人身懷絕技 而他一使這個絕技就要失傳了,什麼絕技呢? 第一個絕技就是補聖的絕技 因為一個人大家想像著能夠應對一百多個情婦 這個要有多強大的聖功能才行呢? 而這種鋼鐵之聖到底是怎麼樣煉成的呢? 大家都覺得可能賴小民他是有祖傳的秘方 有獨門的秘籍,這個東西要失傳了,很可惜 還有一個賴小民的絕技就是管理絕技 同時管理一百多個情婦 這個任務在現代世界是沒有人能夠完成的 在古代的時候也只有像中國皇帝 土耳其、蘇丹他們能夠做得到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由兵權在手、武力在手 把女人抓過來搶過來或者是徵召過來 然後把他們鎖進深宮大院 讓他們一輩子見不到其他的男人 不聽話的時候馬上就把他們殺頭 只有這種辦法才能夠做得到 現代世界賴小民他沒有這種 可以控制這些情婦人身自由的這種權利 他也不能夠把他們生殺欲奪 全部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那麼這些情婦他是為什麼 他怎麼能夠乖乖的聽話呢? 這也是大家覺得肯定他有獨門的秘訣 他這一史大家沒地方可學了 所以說感覺到很惋惜 那在這裡我也想給大家開解一下 不用遺憾、不用惋惜 因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這種秘籍 賴小民也根本沒有這種超能力 大家只要是男人,只要是男人你回歸常識就知道 一個人根本不可能,也不會願意去應付一百多個女人 這個是對於大家的肉體和靈魂 這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不會有人去找這個麻煩的 賴小民就以他為例 他如果是找了一百多個情人 一百多個情婦,他能應付得了嗎? 在身體上面應付不了 就算他身體很好,平均每天可以應付一個人 那麼這一輪下來也要三、四個月 就算他有祖傳的捕聖的秘方 把他變成鋼鐵之聖,變成超人 他也平均一天應付兩個,最多三個 就算他到頂了三個,想像力達到極限了三個 那麼你輪流一次下來 也得要一個多月、兩個月時間 他如果有這樣的身體 人家那些情婦他們也不幹啊 因為那些情婦肯定不會是說 年紀非常大的或者是相貌非常醜的,是不是? 那肯定是年輕的、漂亮的 那麼這些人他們面對著賴小民 這麼一個中年遊歷蘭,長相猥瑣、髒頭鼠目的 這麼一個人,心裡面肯定是不樂意的 肯定是不會有真正的什麼愛情的 心裡面不樂意,還要跟你發生這種肉體上的關係 那麼生理上他又得不到滿足 那麼他必然的就會紅杏出牆 而這些人他也有紅杏出牆的條件 他們有相對的人身自由 可以到外面去進行社交活動 而且肯定也是資色不錯 那麼碰到了年輕的帥哥 大家拋個媚眼,然後馬上就勾他上了 就勾他成間了 那麼賴小民不就是給自己戴上了綠帽子了嗎? 那你花了這麼多的時間 花了這麼多的精力,花了這麼多的錢 難道就是為了給自己戴上幾十頂 一百多頂綠帽子嗎? 難道都是在為別人,為那些社會上的帥哥 在幫他們養情人嗎? 這個是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是不划算的 賴小民他雖然壞但是也不是蠢人呢? 他也是懂經濟的 他為什麼要做這種賠本的生意呢? 肯定不會嘛! 所以說任何人不可能做這麼笨的事情 再說也不是符合人的天性的 人的天性大家都說男人都好色 實際上這個說法並不是說很正確的 大家去看一看劉金的人類學的詞典 上面對於人的總結是比較到位的 他就說這個人是有輕微的多妻傾向的這種生物 這種動物,就是說一般的人娶一個老婆 就比較滿足了,最多有一些人比較花心的 也就是偶爾到外面去亂搞一下,僅此而已 沒有人說是真正的願意惹這麼個麻煩 一次找好多好多個情人然後一起來弄 這種人世界上幾乎是不存在的 除非是你當了皇帝和蘇丹,你實際上是 你根本就不用任何付出,那就可以 但是在現代社會你找一個情人你是要付出的 你要是一般的來講一個人能夠應對兩三個 那個就已經是超出他的能夠忍受的極限了 一百多個根本就不可能 那麼難道這一百多個人這個是財新網給他編出來的嗎? 難道是無眾生有嗎?那倒也不是 那倒也不是在賴小明他的這個小區裡面 真的有一百多個女人,真的有一些孩子叫他爸爸 那是怎麼回事呢?大家都知道中國有一種很奇特的現象 就是有一些財富,有一些企業 他們的所有者實際上並不是表面上的那些所有者 表面上的那些老總,什麼CEO,什麼大富豪 實際上他們所掌控的財富並不是他們自己的 而是幫其他的人代持的,他們是白手套 比如說像馬雲,他有很多的財富 但是那些財富並不都是他的 很大的一部分他是幫其他的人代持的 還有像蕭建華,還有像什麼吳小暉 那這些人實際上他們的財富背後都還有其他的主人 那現在不僅僅是財富可以幫人家代持 女人也可以幫人家代持啊 賴小明他一個人肯定是應付不了一百多個情婦 但是財新網上面說了他還有一百多個關係人啊 這些關係人有一些是他的頂頭上司 那麼有一些可能就是中國的那些權勢大家族 像什麼紅二代的、什麼江派的、團派的 這些退休的大佬,或者是還在位的這些大佬 這些人他們都是有情婦的,他們都是有大量的財富的 他們都是需要有人來幫他們打理這些財富和情婦的 而賴小明就正好符合這個條件 首先他是一個普通家庭出生的平民子弟出生的 這樣一個人,所以說他要往上爬 他就必須得依附那些大家族 那些政治上的中共的大佬 而這個人他又有一個天性就是他這個人是非常的忠誠 對於那些委託他辦事的人 他是忠心耿耿,當奴才是特別特別的合適 而且這個人還有能力 如果這些奴才太蠢,把事情老是辦砸了也不行 這個人他也受過高等教育,有在商場有在廣場 有非常多的歷練,辦事情是精明幹練 所以說他就是特別特別符合做那些大佬的白手套 幫他們管理錢財,幫他們管理女人 所以說100多個情婦實際上可能他背後站著上百個 甚至是幾十個上百個這樣的大佬 是他們的情婦,那些孩子喊賴小明爸爸的 實際上也不是賴小明的孩子,而是那些人的孩子 那麼賴小明現在是馬上就要被處死了 那麼那100多個關係人會不會把他們連帶出來呢? 這個也是極有可能的 現在不知道習近平到底是玩的什麼把戲 但是我相信經過這一輪的審理 你賴小明嘴巴再緊,你這個對組織再忠心 經過中共的那一套折磨之後 估計他也是把所有的秘密都合盤的拖出了 那麼中共對於這100多套房,100多個情婦 還有大量的財富後面的那些人肯定是了如指掌了 先把賴小明殺了,給你們看一看,警告一下你們 或者是說震懾一下你們,讓你們不敢亂說亂動 等到習近平把所有的大權全部抓到手上之後 等到習近平找到一個好時機的時候 再慢慢的再拿這些人來開刀 中國的這些大佬,這些政客,你說他們笨吧 好像也不笨,他們為了追求個人的私利 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什麼辦法都想得出來 但是你說他們聰明吧,他們又缺乏一些基本的常識 對於一些很淺顯的道理,他就是不明白 一點點智慧都沒有 比如說他們在中國要想維持維護這個政權 維護這個體制,主要的目的還不是覺得自己 可以有一些優勢比其他的人能夠容易撈到錢 能夠容易找到更多的女人 但是他們沒有想一想,即使是沒有這一套制度 照樣可以掙到錢,照樣可以找到女人 不必要去維護這個制度,而且更好 比如說你在中國撈錢找女人,你都冒著相當大的風險 一旦出事了之後被政敵舉報了,甚至是被你自己的情婦舉報了 然後你就面對著殺生之禍,像賴曉明這樣 但是你如果是在一個正常的社會,在美國這種社會 賺錢也是很容易的,你只要比別人付出的時間 精力更多多花一點心思,就能賺到錢 你的心思花的越多,你的賺的錢就越多 所以美國的這個億萬富豪、千萬富豪在全世界是最多的 就是因為它的制度改了更合理 那麼女人大家也要想清楚,你一個男人一個正常的人 你最多最多,你慾望再大,你能找幾個女人呢? 最多最多也就是找個三、五個嘛 那麼你在中國找三、五個冒這麼大的風險 但是你要是在美國,在正常的社會 你要是一個生意老,有點錢 用這個錢去吸引這些女人,那是很容易的 你找個三、五個根本沒有人理你啊 根本沒有人願意去管理這檔子事情 你願意怎麼搞怎麼搞啊? 所以說為了錢和女人去冒這樣的風險 這就是愚蠢 為了這個錢和女人去維護這個制度 給你們帶來風險的這個制度,那就更加的愚蠢 所以說希望這些中共裡面的這些所謂的幹部 像賴小明支流,大家想清楚這個問題 像賴小明背後的那些真正的所有者 大家想清楚這個問題,想清楚了問題 思想問題解決了,其他的問題,制度的問題就都好解決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收聽收看,下次再見